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刘邦生平最得意之事,就是以不一之身,持长剑而定天下 他曾经说过,运筹帷幄之中,绝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 战必胜,攻必克,伐必取,他不如韩信 安抚百姓仇措军粮,坐镇后方,他不如萧和 没有汉初三劫,韩信、萧和、张良 也就没有大汉江山 但韩信也好,萧和也罢 刘邦最知心的人,始终都是张良 刘邦与张良的相遇,是命运的巧合 他们在投奔警局的路上相遇 一番清心交谈后,都决定不再投奔警局 张良给刘邦讲了很多东西 精妙的太公兵法,令刘邦如痴如醉 一个新的世界,向似水亭长打开了大门 在彻夜的交谈中,刘邦得知 张良乃是昔相之子 张良说 他的祖父张开帝,做了韩昭侯、宣惠王、香哀王三朝相国 他的家中有三百多家奴,上千卷藏书,数万金家财 但是秦国毁了他的家,秦王嬴政灭了韩国 那年二十岁的张良,眼睁睁地看着弟弟遇害 张府家仆一哄而散 冲天的大火席卷了相国府邸 他承载着家族的希望 带着剩余的家财,踏上了刺杀秦王的道路 他逃到了怀寺之地 拜见了游侠首领沧海军 以重金聘请大力士刺杀秦始皇 一百二十斤的铁锤 将秦始皇附居砸个粉碎 海浦文书瞬间传遍了天下 薄浪沙张良刺秦皇 一时间传民间佳话 张良隐姓埋名 过了十年游侠生活 在此期间 他结交了众多的青年游侠 又苦读太公兵法 积累了足够的学识和人脉 直到陈胜吾广大则乡起义 秦王朝分崩离析之际 张良之名又得以重见天日 他带着一百多青年游侠 举起了反秦大旗 之后就是遇到刘邦的那一幕 刘邦静静地听着 他审视着不过三十岁的张良 感到如此的不可思议 这么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 已经过了十年亡命生涯 而且罪名是刺杀秦始皇 这是四水亭长刘邦无法理解的 他三十岁时还没娶到吕制 二十岁时还没下过农田 可这个张良却承担了十多年的国仇加恨了 他清楚地意识到 他必须留下张良 这是略不释出的大财 于是刘邦拜张良为将 他为他报国仇 祝他夺天下 他们一起奉楚怀王之命 朝咸阳进军 刘邦要进咸阳 因为先入咸阳者为王 张良也要进咸阳 因为灭秦必入关中 他们一起克晚城 入武关定咸阳 那一刻他们欢欣鼓舞 他们喜极而泣 刘邦仰天长笑 心中默念 先入关中者为王 张良是痛哭流涕 心中默念 孩儿灭秦了 灭秦了 但项羽的强势入关 撕碎了刘邦的秦王梦 项伯连夜潜入刘邦大军 拉着张良就让他离开 项伯说 项王准备动手了 你灭秦的愿望也实现了 快点跟我走吧 你昔日救下秦廷搜捕的我 我今日也不能做事你遇害 张良愁躇再三 想起了与刘邦过往的一切 终究不愿辜负知己之意 他偷偷找来了刘邦 用一杯杯酒水灌醉了项帛 让二人结为儿女亲家 由项伯为内应 一场有惊无险的鸿门宴后 刘邦成了汉中王 楚汉之争时 刘邦屡败于项羽之首 无法平定天下时 张良又一次站了出来 他说 九江王英部骁勇 良帝彭越善劫良道 可引为外援 韩信武略过人 可以独当一面 有韩信、英部、彭越三人相助 项羽纵使力能刚顶 也是必败无一 张良的一席话 为刘邦定制了灭楚战略 也使项羽走向了乌江 楚汉的天平迅速向刘邦倾斜 项羽乌江自吻 他们一起再入关中 也决定留在关中 他们以长安为都城 建立了汉朝 刘邦成了汉高祖 张良成了刘侯 他们完成相遇时的承诺 一起走向了城宫 可是刘邦登基后 张良突然病了 他三年不识五谷 整日壁谷修道 五年足不出户 不与外臣相交 昔日足智多谋的张子房 算无一策的帝师 消失在了侯府之内 知道刘邦宠爱的七夫人 欲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时 吕后敲响了刘侯的府门 有人告诉吕后 张良算无一策 刘邦对她是信赖有加 你去找她讨主意 准成 面对梨花待雨的吕后 张良无奈的苦笑后 说道 去请商山四号 主公看完会明白的 当刘邦看到四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后 果然明白太子刘盈 羽翼一风 自己有的是地位 可她得的是人心 于是放弃了改立太子的想法 刘邦对七夫人说 改立太子之事不必再提 我时日无多了 他们一起起舞 舞起了平日的锄舞 一舞霸后 刘邦安然入睡 再也没有醒来 张良听说刘邦驾崩后 向吕后提出辞行 他说 梁本寒相之后 不碍万金佳资 赐秦皇以雪国仇 待遇先帝后 以三寸蛇为帝者施 封万户侯 张良的一生圆满了 特来辞行 今后我将从斥松子 游遍天下明川圣祭 专经道家之学 不再过问凡臣俗事 世间只有修道之张良 再无留侯子房 吕后哭泣道 没有先生之策 盈儿太子之位 早已不跑 现在天下已定 人生如白居过膝 先生何苦为难自己呢 张良无法推脱 吃完了吕后带来的饭菜 进入了连绵不绝的名山大船 张良的一生就是一个循环 一个圆满的人生 含相之子 国破家亡 刺秦遇难 得遇留邦 测定天下 万户封侯 离世求道 张良拥有过一切 得到了一切 又放弃了一切 他用智慧 让一切荣华富贵 失而复得 但智慧如他 又选择放弃了一切荣华富贵 他的一生和刘邦、萧和、韩信不同 那些人是上升的一生 他是循环的一生 所以张良对荣华富贵看得极轻 避古修道也好 闭门不出也罢 他始终不愿意牵扯进争权夺利之中 刘邦驾崩后 再无知己牵绊 他选择了名山大船 远离世间的纷扰 张良一心修道 他的子孙也和道家有了不解之缘 两百年后的东汉 张良的八世孙张道陵 创建了正一道 成了道教创始人 他们在青城山、龙虎山都有道统 失至今日 谭旨已过两千年 大汉早已成了过眼云烟 张良的子孙依旧是道教的代表人物 这就是刘侯的大智慧 我是杨唐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 如您喜欢请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谢谢 感谢 10 中文字幕——YK